新城鄉公所舉辦機優環保志工服務團隊及垃圾源頭減量創新工藝成果分享會 同時表揚了15個環保志工團隊還有26位的模範環保志工 鄉長何禮台感謝所有志工夥伴們共同維護幸福好環境的新城鄉 新城鄉表揚機優環保志工及垃圾源頭減量創新工藝成果分享 鄉長何禮台感謝全鄉環保志工並且齊免打造環境整潔的幸福北大門 新城鄉公所並且在3月11號辦理表揚機優環保志工及垃圾源頭減量創新工藝成果分享活動增進資源回收以及環保的知識 在鄉長何禮台以及各級長官、貴賓志工們齊免並且帶上祝福之後 以精彩的表演為表演活動決開序幕 而在這次表演的共濟有15個環保志工團隊以及模範環保志工26名 這前鄉所有的志工長期付出對我們社區、我們的部落、我們的村莊這樣子無怨無悔的付出 定期性而且不定期性的為自己的環境來把關 來支持甚至親身、親力、親為 這個環境是屬於我們整個新城鄉 每一份子的 所以大家共同來維護 我要謝謝我們所有的志工們 各位在自己的協會裡面也好 在自己的隊裡面也好 在隊長的召集之下 都能夠為我們地方來付出 而要表達感謝之意 未來新城鄉 還要希望大家我們攜手共慶 為我們整個大新城鄉的環境 大家共同來努力 立委副婚企業 請你現場表達環保志工團隊和基督環保志工的努力和付出 共同守護好新城鄉的環境清潔 來謝謝我們所有 我們新城鄉自然敬愛的各位環保弟兄姐妹們 因為有大家共同的守護 我們美麗的奇心潭 我們美麗的花蓮門戶新城鄉 有賴各位在各個社區 能夠共同來整潔我們的環境 讓我們觀光大縣的門面 能夠更加的整潔 增加更加的美好 在那合理台中視鄉親的生活環境 並表示新城鄉是環境的北大門 環境需要鄉親共同來維護 清潔隊的人力有限而名利是無窮的 新城鄉公所舉辦表演活動 就是要感謝平時為鄉內環境吸腦富士的志工 另外為了提升志工以及鄉親的環保知識 特別結合垃圾源頭減量創新工藝成果分享活動 鄉公所每年辦理由垃圾源頭減量 創新工藝等宣導環保知識的活動 提升鄉親的環保知識 要感謝花蓮縣政府以及花蓮縣環境保護 以及場景的支持 新城鄉公所也將加強取締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隨意丟棄垃圾以及廢棄物的案件 卻導決定辦法不能夠過負環保知識工們 努力的成果 並且在表現活動當中盡量推動 本鄉環保知識工團隊 志願服務的風氣 整個社區人力資源 達成垃圾減量的目的 讓鄉親自願投入 志工服務團隊的工作 來增加力量發揮有效的運用 志工服務團隊達到自我的肯定 讓所有鄉親一同要打造 幸福新錢 優質新城 記得見網民請要不要